大家好,我是凡华,订阅我频道的朋友里竟然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个女生,是我没想到的。 其实现在正在朗读的这个AI神经语音是微软Azure比较早期训练的,不知道是技术原因,还是训练时间不够长,其中还有不少的瑕疵,比如停顿,音调,经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读,因此不得不进行多次尽叫。 不过不管如何,既然喜欢这个声音的朋友占多数,那以后只能尽量多用它了。 喜欢其他声音解读刘仲敬先生文章的朋友,也不用失望,如果有时间,我可能会做双版本,尽量满足不同喜好的需求。 闲话少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刘仲敬先生2015年到2016年之间,在各地做演讲时,回答现场听众提问的内容。 其中有不少是往期长篇文章中未曾提到过的观点,甚至包括一些刘仲敬先生本身的动机的解答,希望能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刘仲敬先生。 以下为证文内容。 你的目的是实现所谓的诸夏理论吗? 诸夏是一个广告,民族神话是必然要有广告的。 例如,缔造法兰西的40位君王,就是法兰西民族的广告。 每一个民族在发明的过程中间都会给自己列出国父和民族英雄,或者是假定的辉煌时代和远古起源之类的。 诸夏是有一个现成的起源,就是春秋时代、孔子时代产生的诸子百家的列国。 那么这个起源是很现成的历史资源,所以就不用白不用了。 正如中华民族会用成吉思汉和秦始皇做自己的历史资源,我当然也可以用孔子和他的同时代的人做自己的历史资源。 现在的希腊人也是用伯利克里和苏格拉底做自己的历史资源的。 但是,我们都要很清楚,这些东西是神话,神话是派来用的。 你作为发明家,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心里应该清楚。 你扔石头打狗,目的是要打到狗,而不是很在乎这块石头。 如果换了块砖头也能打狗的话,那你就眼睛也不要眨一下,换成砖头就行了。 诸夏是民族发明的一个适当的广告,但是如果你愿意用别的广告, 比如满洲民族发明,用满洲国的广告而不用诸夏, 或者其他人发明出他认为更适合的广告, 而且在实际上行的通的话,那么这些广告就必然会比我现在提出的广告更好。 民族发明,包括民族神话,民族神话必须有广告, 因为团结人和动员人是要通过讲故事的方式, 其中就必须包括若干的神话成分。 这个神话成分跟其他的神话成分相比,并不算更糟。 至于说诸夏是不是我的目的,坦白地说,不是。 我对此没有任何特定的目的,包括对所谓的中国转型,没有任何目的。 我只是在做马基亚维利式的技术推演,推演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我断定,无论你选择怎样的路径,各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最容易发生的情况就是,经过若干回合的博弈以后,导致支离破碎的局面。 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有可能因为共产党挑战西方导致自身毁灭, 胜利者又不愿意收拾残局而造成。 也可能因为共产党虽然不挑战西方,但是为了以它自己现有的方式维持统治, 导致基层社会继续黑社会化,逐步瓦解, 导致大片的政治生态区落入类似黑社会的组织手里面。 从而间接的通向,叙利亚化而引起,也可能通过党内的派系斗争, 日益增加的门声与派系,逐步形成类似东南互保的局面而引起。 但是无论怎样博弈,维持这个横跨东亚和内亚的巨大区域的技术性困难都会使它殊途同归, 造成事实上的各种分裂。 而这些各种分裂状态需要有一个政治上的名分, 于是给它设计一个诸夏的名分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 所谓合理的解决方法就是,你要认清楚,形式不是你能左右的, 只是你能够观察和利用的。 如果你认为你设立了一个目标,就能达到什么目的, 那很容易使你自己的判断力受到损害。 最能清醒判断局势的人往往不是怀有特定目的的人, 而恰好是那种没有什么目的的人, 没有什么目的的人对怀有各种目的的各种人的动机和效果之间的 背离是处在最有力的旁观者倾的立场上。 如果我认为你们主张的民主转型有成功的希望的话, 我自然会制造相应的理论。 我之所以没这么做的话, 是因为我对此是持悲观态度的。 我对共产党的星辰大海或者长治久安两个一百年的看法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认为他们有成功的希望的话, 我现在就不会在美国, 我之所以在这儿就是因为我反复分析以后认为他没什么成功的希望。 总的来说, 我认为所有各方都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而合力的结果则会出现他们都不怎么希望却不得不接受的情况。 你说汉族的发明是从晚清开始的, 但是西汉到东汉将近八百年又算什么民族? 燃敏号召汉人杀胡人, 他们呢, 算哪个民族? 元朝把人分为四类, 蒙古人, 色穆人, 北人, 男人, 他们又算哪个民族的? 如果你的汉族定义是不同于我们常见的汉族定义的, 那你应该事先说明, 即使说明了, 也应该解释这种定义到底有什么意义。 汉人和汉族完全是两码事, 汉人本来是指的汉朝的臣民, 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 这个概念是近代欧洲发明的, 以前是只有文化意义上的族群, 而这些族群跟现代民族的关系从来都是模糊不清的。 罗马人是近代米兰人的祖先吗? 我们从血统上就可以看出不可能, 他们是日耳曼征服者的后代。 燃敏那个时代, 根据我对汉字古籍的一般了解, 当时的说法一般是胡进人口, 没有说胡汉人口的, 就算有, 也是极少的。 什么叫胡进人口, 胡是胡人, 晋是晋朝, 就是胡人的人口和晋朝臣民的人口。 胡人和晋人之间, 甚至胡人彼此之间, 都曾发生过多次冲突, 燃敏的确是干过一次, 在宫廷政变以后屠杀原先的统治者的事情, 但是他极其不可能是为了汉族的利益而做这件事情的, 因为当时只有晋人, 没有汉人, 更不存在什么汉族。 元朝时候的汉人和男人, 汉人指的是金国臣民, 蒙古把金国臣民叫做汉人, 把金国的公主叫做汉公主, 把宋朝的臣民叫做男人。 蒙古是根据习惯法统治的, 宋人和金人的法律不一样, 大体上来讲时间有所不一样, 金人主要是使用唐律, 再加上女真人原有的习惯法, 宋人的法律在唐以后已经有所演变, 这是主要差别。 而蒙古人为了节省统治成本, 实行因俗而至的原则, 也就是说你原来用什么法律, 现在照样继续用什么法律, 因此产生了汉人和男人的不同。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汉人和男人跟现在所谓的汉族完全不一样, 现在所谓的汉族这个构建, 是不可能承认湖南高地人 和山东半岛人属于不同族群, 但是蒙古人说的汉人和男人, 很明显认为他们是属于完全不同的族群的。 现代起作用的这个汉族构建,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族构建还是有点不同的。 新汉时期的满汉构建就是以山海关为界, 一刀切断。 后来被共产党化为土家族、 苗族的这些人, 在当时全都是汉族。 李宗人、白崇喜、龙云这些人, 在当时的标准来看都是汉族, 但是按照共产党的划分方法, 龙云就是遗族了, 共产党用的是苏联式的划分法。 所以,民族发明学是各有各的构建方法的, 这个没错, 汉族是有不同的定义。 我刚才用的就是新汉时期的革命家 一直到国民党时期通用的那个定义。 这个定义, 现在的海外华人当中也还有很多人在用, 跟共产党讲的汉族定义是有所不同的。 但是无论哪一种汉族定义, 都很难把它的历史延伸到清末以前。 它跟历史上的汉朝或者汉人之间的关系, 也只能说勉勉强强相当于罗马人和现代意大利人的那种关系。 他们在血缘上没有连续性, 这是可以肯定的。 燃敏时代靖人和胡人的后代 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能够活得过原莫名初的大屠杀。 现在的户籍记录清楚地显示, 无论以前发生过多少大屠杀, 今天中国华北各省的人口绝大部分都是在明朝初年 从山西和查哈尔一带迁入的。 他们大概有浓厚的胡人血统, 他们的后裔遍布了今天的华北。 在那以前曾经居住过的居民, 包括春秋时代孔子同时代的居民, 汉朝的大多数臣民, 晋朝的大多数臣民, 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他们已经在历次反复发生过的大灭绝当中不复存在了。 你一定要用神话的力量去加强民族构建的力量, 这是可以的, 因为民族构建本来就是千奇百怪的, 任何神话都可能出现。 这样的解释, 认为汉朝以来, 到民国时代, 人口有连续性的说法, 虽然在学术上纯属胡说八道, 但是从神话的角度来讲并不特别离谱, 所以要坚持就坚持, 也是无所谓的。 民族神话的主要作用, 就是由精英阶级和知识分子用来哄骗读书不太多, 被意见领袖所驱使的普通民众, 让他们相信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属于一个共同体。 这种东西就恰好属于柏拉图所谓的那种善意的谎言, 所以裁判这种善意的谎言到底是好还是坏, 不是按照学术上是真是伪, 或者伪造的程度大小来判断, 而是第一, 看他的政治目的是不是符合你自己的政见, 第二就是, 看他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和他采取的手段之间, 是不是有明显的矛盾, 前者是不是符合你的政见, 因为政见是个人不一样的,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统一标准, 你认为是好的, 我就认为是坏的, 除了吵一架或者打一架以外, 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如果吵了以后, 打了以后能够到此为止的话。 第二就是手段和目的的矛盾, 那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汉族发明的技术和汉族发明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极端背离的, 大多数民族发明的目的是, 为了在政治上有利于发明家所在的, 或者是发明家企图建立的这个集团的精英阶级, 而汉族的发明所造成的结果, 恰好就是把汉族发明的忠实支持者赶到了今天马来华人, 和台湾的蒋介石支持者的这种下场, 把他们从一度很有机会的地位赶到了今天这种两头不适人, 眼看就要走投无路的悲惨命运上面来。 所以从目的和手段的角度来看, 从马基亚维利主义只讲技术不讲价值的角度来看, 汉族是一个拙劣的民族发明。 拙劣的民族发明就是说, 他会破坏自己发明的目的, 坑害接受这种发明的人, 而好的民族发明, 马基亚维利意义上的优秀的民族发明, 是会让这些人占便宜的。 要追求民主制度, 大一统民族的构建也有相当的历史优势。 你觉得是利用这些历史优势来实现民主, 还是放弃它, 经过百年动乱来实现民主? 好不好, 这要看你站的立场。 你要建立民主, 就必须要有一个主体, 就是谁的民主的问题, 必然有被排斥在外的部分。 波兰民主的前提就是, 大批犹太人, 乌克兰人, 立陶宛人, 遭到了屠杀和驱逐。 目前波兰人的民主, 没有以上的牺牲, 做前提是做不到的。 其他所有的民主, 都要涉及共同体的问题, 伯利克里的民主, 也有被排除在外的人。 所以, 民主不是一个有好处, 还是有坏处的问题, 而是一个对谁有好处, 和对谁有坏处的问题。 你没有搞清楚, 你想要让谁得到好处, 想要让谁得到坏处以前, 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而且我并不特别支持民主, 民主可能是好的, 但是假如在未来的三十年, 它并不是可能性最大的路径的话, 那么我确实不愿意浪费太多时间去探讨它。 它也可能是坏的, 但是假如它在未来三十年内, 是极其可能出现的情况的话, 那么我也会去仔细探讨它, 这是时然和硬然的区别。 百年动乱这件事情, 是帝国这个系统的附带产物, 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的常规, 至于它本身是好是坏,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它是最有可能出现的, 这才是要害问题。 如果一定要抽象讨论是好是坏的话, 那么最有利于我所在乎的价值观, 就是一个有利于产生自由秩序的多元环境的情况, 并不是民主国家建立起来的长期和平, 而是包含部分民主国家和部分非民主国家, 但是是多国体系, 既不是完全和绝对的和平, 也没有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那种总体性的战争, 而是春秋式的或者十九世纪以前欧洲那种有限的, 周期性的小规模冲突, 这样一个系统比完全和平的系统和总体战的系统都更有利于自由和文明。 你如何看待普世价值或者普世主义? 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 从路径积分的演算法来看, 普世主义实现的可能性很小, 普世主义产生的时间异常地早, 至少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产生了。 它曾经多次接近于成功, 但是每一次都重新由成功转为失败。 基督教曾经以为, 如果消除了一教成邦, 在基督教的兄弟有爱之下, 天下将会大同, 但是实际上, 马上基督教内部的教派纠纷就取代了原来的纠纷。 你以为你能消灭原有的纠纷, 但实际上你只是用新的纠纷取代了过去的纠纷。 从实然这个角度来讲, 普世主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从应然的角度来讲, 我对它也抱有极大的怀疑, 因为普世主义所带来的和平幸福, 隐含着消灭各种差异性, 使文明变得单调贫乏的巨大危险。 文明的生动和发展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其中有一部分代价, 从局部来看, 似乎是跟痛苦有不解之缘的。 一个完全幸福和平的系统, 本身不是一个能够自我持续的系统, 也不是能够不断产生新秩序, 有利于自由文明的系统。 为什么您断定中国没有再造世界格局的能力, 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大玩家, 成为影响这个格局的一个主要力量? 面对美国的罗马化的趋势, 中国明智的做法是怎样的? 中国的现实政治, 很简单, 在任何情况下, 如果你是来得太晚的人, 你就改变不了游戏规则。 如果是你自己白手起家创造公司的话, 你可以修改公司的规章制度。 别人已经造好了公司, 你去给别人打工, 你不要指望公司的规章制度 会按照你的意思去改变。 这是肯定的, 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 时间是历史最重要的因素。 你想一想, 在当今之世, 如果再重新有一种 类似于非洲猿人或者是北京猿人的灵长类动物, 它还有没有当年的那种能耐? 当年它们出非洲的时候, 或者说是当年中国古代的先民进入华夏的时候, 远东基本上只有动物, 没有高等生物。 它们来了以后, 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建国新邦。 但是如果你现在, 我别说猿人了, 就说智力很高的人, 你现在像周人的祖先泰王一样, 也到了骑山脚下, 你抱着一堆周易和儒家的学说, 你准备按照周理和周朝的制度, 在陕西省重新建立一个中国, 你觉得有可能吗? 你在建立一个中国以后, 会不会被当地人直接打死? 或者只是抓起来就不错了。 为什么是这样的? 难道是说你读的古代经典, 会比泰王读得少? 我肯定你读得更多, 你的能力甚至会比泰王那些原始人更强。 你只犯了一个错误, 你不该来得太晚, 这个错误是致命的。 世界上有些错误格外糟糕, 可能有些差错是有药可救的, 但是你犯的, 有些错误是无药可救的, 来得太晚就是你犯下的最危险的错误。 至于在你犯了, 来得太晚这个危险的错误之后, 什么叫做明智还是不明智, 完全取决于你的价值观? 你有可能觉得现在太不公平, 然后像以前, 德国人或者日本人做过的一样, 与其悔恨地活着, 不如轰轰烈烈大闹一场。 也有可能像是许多中国的乡下人一样, 觉得好死不如赖着活, 觉得谁当领导关我什么事情? 能鬼混还是要鬼混, 不要去想那些事情。 你说哪一种选择更英明? 这是没有答案的, 这是取决于你自己的价值观的。 您能否对未来二十年做出更具体的预测? 这个不能具体, 因为你只能够预测格局和趋势。 下棋的时候只有两个玩家, 但是你仍然只能从布局中间看出下一步要怎么样, 而不能看出它的某一个具体步骤, 因为它也是有灵魂的, 它可以改变它的某一个具体步骤。 但是趋势一旦建立以后, 具体的步骤不大, 能够影响基本的格局。 所以如果你研究抗战的历史, 那么你研究到底是国民党贡献大, 还是共产党贡献大? 或者研究冷战到底死了多少人? 进西北战役中, 到底有没有某个少将被俘? 这些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整个国际格局上面, 你已经可以看出, 蒋介石只要采取了托死日本的政策, 也就会托死他自己。 而日本只要采取了 深入亚洲大陆的政策, 自己也会处在被拖垮的境地。 至于历史上, 具体是怎么被拖垮, 哪一场战役上多杀了几个人, 哪一场战役上少杀了几个人? 某一个将领是大笨蛋, 另一个将领则是聪明绝顶。 这对于他们本人来说, 是有意义的, 你可以去讨论, 如果你想给他们做家谱的话。 但是如果你想要理解世界历史, 这些其实都是不必要的, 多余的, 你根本不需要搞清楚这些东西。 在加太基战争结束以后, 你很难预测, 埃及、叙利亚和亚美尼亚, 到底谁的命运会比较好, 谁会首先倒下, 谁会最后倒下, 谁会在对抗罗马的时候, 首先被消灭, 谁会投降罗马。 或者有一种比较好的结局, 但是这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 格局发展到这一步以后, 将来一定会是这样的。 你知道汤因比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对远东格局做了一个预测, 他说, 日本人在这种局面下, 一定会忍受不住白人对于远东的统治, 而发起挑战, 但他的挑战一定是失败的。 失败的结果, 一定会是美国的军事基地进入日本。 这个预言是不是完全应验了? 但是如果你在抗日战争爆发前问他, 请问, 横须赫会不会变成美军基地, 或者美国基地会设在长崎, 还是在北海道呢? 他一定会说, 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 而且你根本就不应该问。 您观点的受众更多的是, 我们这些普通人, 但我们这些普通人又是最无能为力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究竟是历史的悲哀, 还是历史研究者的悲哀? 历史研究者是一帮混饭吃的技术员, 跟其他各行各业的技术员没有任何区别的。 所以他们无所谓悲哀不悲哀, 而且当代史跟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当代史只跟我这样的人有关系, 而我不是真正的历史技术员。 历史对于我来说只是我关心个人命运的一件事情, 所以跟技术员恰好相反。 你问技术员他也会说, 这件事情是别人的事情, 是蒋介石或者是奥兰治亲王威廉的事情, 而不是我的事情, 这样我才能研究历史。 但是, 真正的历史是司马迁那种意义上的历史, 是跟你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事情。 你研究历史是可以决定 你是不是会死于非命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完全不是研究者的事情。 至于说历史大局能不能够改变, 或者说是通过领导人来改变历史, 那一般来说都是不容易的。 领导人做什么不做什么, 他也是有他内在的一个约束, 基本上没有什么行动或者选择的自由。 你如果要理解历史的格局, 真正的历史的话, 那就最好不要把它局限在历史思路或政治思路上, 你要把这种格局感用到对自己一生的规划上, 这样对你自己才能有真正的好处。 如果历史格局研究仅仅落到个人的意义层面上, 会不会有些低了? 格局偏低不偏低, 并没有太大的用处。 这关键就在于你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 对大多数人来说, 做好自己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自己不做好, 只去追求格局的话, 一般来说走这条路的人, 个人生活总是不幸的。 哪怕在格局上很高明, 写出很重要的著作, 名气很大, 但是十之八九, 他已经注定要成为一个不幸的人了。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 有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都是那种蓄荣心太强的那种人, 觉得自己有一点发现, 就要到处吹嘘, 向全世界宣布, 我比你们要聪明得多。 这种人一般人都受不了。 所以我建议, 你们不要做这种人, 蓄荣心不要太强。 特别是我再说一句话, 最语罚那位主人公, 他觉得他可以像拿破仑一样不择手段, 但是很可惜, 他虽然像拿破仑一样不择手段, 却不像拿破仑一样的有才智。 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可以像别人一样有蓄荣心, 但是他又不一定像别人那样有才能。 这才是真正最糟糕的事情。 所以首先要搞好基本盘, 不要太相信个人的聪明。 做到这一点以后, 我们才可以去讨论什么事关格局的问题。 而且我再补充一点, 真正了解格局最深的人是那种闷声大发财, 连说都不说的人。 张开嘴说出来的人, 就已经属于虚荣心太重, 因此一定是不够聪明的。 您说过, 在民族建构当中, 最关键的是精英阶层在历史节点上的选择。 经过土改、反右、国有化之后, 当今的中国还有这样的精英阶层吗? 在高考以后新上来的新轨, 他们有没有可能通过财富或知识的积累, 形成这种新的精英阶层? 我真实的看法是, 很悲观。 我认为他们的无根性太强, 不像是以前的儒家地主那样能够扎根在一个地方, 维持一个地方的秩序, 而且把自己的利益和地方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所以,儒家地主至少还能够出一个曾国藩, 而现在这批人, 他们突然有钱, 但他们是很容易流动的, 而且确实在迅速流动。 如果每一个地方用最广义来解释精英的话, 中国有10%至15%的人口, 包括我自己在内, 都是在不断流动之中, 他们总能找到新的台阶。 如果你在深圳或者上海的话, 十至八九你就会往美国跑, 如果你是在内地的话, 你就会往北上广跑, 小县城里面往省会城市跑。 也就是说, 在每一个地方, 最有条件, 最有可能, 最有资格, 变成土豪的人都不打算做土豪, 而是打算升高一层, 到别的地方去做游市。 他们全都以用缴投票的方式, 对本地的未来, 投下了支持张献忠的一票, 所以这样的路径积分是极度危险的。 但是我也不能说, 既然如此, 你们就干脆准备吃人肉算了。 在你们还没有被煮成人肉之前, 至少要给一个死马当活马医的机会, 所以可以避免张献忠的几种可能路径, 至少都值得根据假设来考虑一下。 根据假设就是说, 这样的社会条件存在不存在。 我个人是有极大怀疑的, 例如, 中国能不能转型这件事情, 我就有极大的怀疑。 我自己的直觉是, 有了中国就没法转型, 转型以后就没中国了。 但是如果有很大一批人认为这是可能的, 那么我也愿意根据这种假定的可能性 为起点来讨论。 照我的推演, 即使假定中国是能够转型的, 转型以后的结果仍然逃不脱, 要么是内亚势力上一次是共产国际, 这一次可能就是伊斯兰极端势力再来一次输入, 要么就是在外来干涉没有出现的情况下, 按照拉美式军阀割据的方式走向分裂和解体。 而且, 这都不是最悲观的情况, 军阀本身都多多少少要有一些有根性, 至少他要认为值得在本地长期当一个军阀, 如果他认为在本地迅速地抢劫一批, 然后拍屁股走人是很合理, 让本地居民爱死爱活, 自己想办法解决的话, 那么情况会比军阀割据还要糟糕得多。 能否以目前2015年的形势预测一下台湾未来的政治发展? 现在已经用不着预测了, 因为国民党已经基本完蛋了。 它的问题不是一个政党的完蛋, 如果一个政党暂时完蛋了, 下次选举或N次选举以后, 因为执政党总会犯错误的, 执政党再好, 执政了一段时间以后, 选民也会对他感到不耐烦, 早晚会想到要换政党的。 但是国民党问题不是他政策上的问题, 而是一个族群的问题, 也就是说, 产生国民党的那个社会和产生马来人民解放军那个社会一样, 已经处在濒临消亡的边缘了。 将来的台湾仍然会有两党政治, 但是我估计台湾未来的两党政治将会在民进党和现在所谓的第三势力之间。 民进党将会变成一种审慎性的台湾本土派,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讲台独的, 但是出于外交上配合中美外交博弈的需要, 它会用一套外交语言把它的政策谨慎地包装, 成为中美两个大国都能接受的形式, 以便让自己充当战争的前线。 这样做, 即使爆发冲突, 责任也不在它, 能够让美国人满意, 但是实际上还是独立。 另外一派则肯定就是由太阳花学运产生出来, 目前称之为第三势力的这些新政党。 这些新政党现在大概只占有不到十分之一的选票, 但是随着产生国民党的那个社会的衰弱, 而民进党一党独大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不满民进党的选民不大可能回到没有希望的国民党的身边, 而更有可能去支持这些第三势力。 最后, 台湾的政党结构会由蓝绿两党的斗争, 变成浅绿政党和深绿政党的斗争。 审慎性的浅绿政党比较照顾国际形象和长远的外交礼仪, 激进型、草根型的深绿政党则什么都不在乎, 只在乎选票。 这两个政党将会逐渐挤占现在的两大党派的生态位。 民进党过去是激进派的力量, 在将来就是保守派的力量, 比它更加激进的草根深绿力量产生出来, 充当新的在野党和反对党, 而国民党将会一去不复返。 中国大陆会作何反应? 大陆没有别的反应, 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进行下去,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到他们在台湾的机会一点一点地消失, 一点一点地被宰割掉。 10年以后的2025年只会比现在更糟, 20年以后的2035年会比2025年更糟。 他要逆转这个趋势, 就必须在短期打一仗。 这一仗可能在短期胜利, 但是用不了几年就会使中国本身也整个垮台, 把自己也赔上去。 这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达摩克利斯之件。 因为台湾对于中国本身的政治、合法性来说, 不是一个利益的问题, 而是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神话的关键所在。 中国存在本身就是依靠神话来维持, 而这个神话的突破口就在台湾。 如果台湾独立了, 无论是国民党的大中华主义的神话, 还是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神话, 都要在瞬间崩溃。 这个后果是异常严重的。 但是, 他如果敢于冒险去台湾进行一场必然失败的战争, 他的下场又会更惨。 无论如何, 这个代价必须付出。 如果你真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说,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怎样得来的东西, 最终你早晚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您常用的筑马垫和桂枝是什么意思? 筑马垫是黄淮流民区, 长期经过难民训练和熏陶, 形成的那种特殊的流氓无产者人格。 枝就是枝那, 是一个没有建立起来的虚假共同体。 为什么这个虚假共同体特别可恶呢? 它就相当于是用假钞票一样。 如果我把东西卖给你, 我当然希望你付给我真钞票, 用你的钞票我能买到别人的东西。 但你却付给我一张假钞票, 让我为了爱国而牺牲, 而这个国是根本不存在, 也不一定能建立得起来的。 而我却必须为这些东西付出实际上的代价。 这就像是阿凡提那个故事一样, 因为我闻了你的饭菜箱, 老板就要我付钱, 那么我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就要像阿凡提一样, 敲一敲铜钱, 让你听听我的钱响。 大洪水是秦政和总体战 过度消耗组织资源的结果, 具有能量守恒的可靠性。 在没有白起和秦始皇的情况下, 不可能产生大洪水。 但在两者已经产生的情况下, 大洪水是不可能避免的。 春秋君主和欧洲君主即使退位也是体面的, 这是未争所谓积德的结果。 朱元璋和李自成的家戏, 注定会发出但愿生生世世, 不生帝王家的惨叫, 发生在哪一个时间点只是非常次要的技术问题。 他们的存在就是预知德性的结果,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无辜者的血要为无辜者的血还债, 教育凡人的机制玩弄不了神明的智慧。 大清的结局好过大明, 主要依靠帝国主义的恩典。 建主虽然不能分享正统君主的体面, 但至少分享了俘虏的待遇。 顺民虽然无权分享公民战士的体面, 但至少分享了降虏的偷生。 依照他们自己的德性, 他们只配得到动物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待遇, 而且比牛羊肉更便宜。 历史上没有共产主义或东方专制主义能够善终的先例, 延长寿命的技术手段通常需要进一步透支社会组织资源。 但这只会增加最后崩溃的残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